歡迎收看今天的胃皮一言堂 我是科技外貿協會的阿珊 我們今天要逸的是 Sony 最新的旗艦手機 Xperia 1 Mark 6 螢幕的長龐比從比較細長的 21.9 變到了 19.5.9 稍微長胖了一點 那它螢幕亮度也提升了 1.5 倍 相機配置了一顆 85-170 的光學變焦鏡頭 可以變焦到 7.1 倍 再來呢是我覺得這次最主打的長焦微距功能 最近可以貼到 4 公分也能做拍攝喔 第四點 Sony 把相機的 AI 姿勢預測功能 下放到這支旗艦手機啦 最後呢索粉期待的散熱問題 這回也新增了 VC 均熱板還有石墨烯來做幫忙 那幫大家整理完了以上這些升級的重點 相信資深索粉呢 對它肯定是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所以呢今天特別幫大家邀請到了 資深科技宅以及 Sony 手機的資深用戶 以市場分析以及親身使用的角度 來來來 Sony 手機的痛點、觀點以及期待 大家好我是資深科技宅蘭莫蘭 大家好我是資深Sony用戶 Pauline 我曾經也用過幾支 然後 Pauline 就是目前的 Sony 手機使用者 對吧 對我從 Sony Ericsson 跟 Sony Xperia 1 用到現在 然後我對 Sony 心中對它有愛 也有覺得 恨 不會恨鐵不成功那種感覺 Sony 一直以來它其實有很多黑科技 大家的感光源就在他家做的 可是他家的相機用自動拍起來 就是沒那麼 沒那麼討喜 HDR也做得有點差強人意 那大家有一個好的話就是說 Sony 手機拍起來就是比較有相機感 比較自然一點 可是講不好聽的話就是 其實就不是那麼討喜 而且他們家的人像攝影 它背景虛化的效果 其實很多年之後才跟上大家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就是喜歡自動拍 那麼多戰術 其實也不用給我 人家用手機就是多個方便 市場的表現其實這些年來 Sony 雖然一直穩在那邊 但也不能說他們就是 銷售最好的手機品牌之一 有點可惜 那我們很好奇為什麼 Sony 資深用戶要買 Sony 手機 最剛開始的時候其實就是因為 對韓國的牌子沒有太大的興趣 最剛開始 因為我是最剛開始 Alson的時候在用的 那時候中國企牌子的 特殊性還沒有期待 又很喜歡日本的文化 而且Sony他們很喜歡 就是跟一些作品結合 就是例如手機裡面買來新的 它就會有當季的作品 最新的電影次出預告放在裡面 這種結合會讓你覺得很有吸引力 電燈了多年之後呢 現在還在用啊 現在還在用啊 執迷古物啊 總是會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問題 然後每次期待它改都沒改 過熱啦 太長 打遊戲的時候 手離這麼遠 大家都知道Sony的相機很好 但是按到那個特殊的 詳細規格那些的時候 你真的要去拉 你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到底該怎麼去操作比較好 它希望專業使用者 可以在手機上體驗到相機的感覺 然後一般人也會覺得說 哇 裡面有一些專業的功能 好像覺得可以自己更專業 結果反而兩邊都不見得到 對 那這支旗艦機出來了 有什麼期待對不對 期待對不對 使用相機可以更直覺 我覺得使用直覺是現在很多 手機都會有的一個東西 但是Sony一直在都做太複雜 所以這一代 縱觀各方面來說 不管它是不是包含它本來的特色 可是它有沒有像市場靠攏 去符合說現在多數人的期待 這一點我滿期待的 接下來 這次呢我們收到Sony官方的邀請 要到宜蘭一日遊 幫大家解惑 看看資深用戶們在意的這些點 有沒有改善 符合日常的使用囉 我們現在來到宜蘭出外景了 今天呢我們來到的地方是 宜蘭礁溪的 這是一個露營區 它除了有戶外的帳篷之外 也有露營車 然後還有咖啡廳 可以讓我們做拍攝的體驗 前面其實你跟Sony的資深使用者 就提出了一些疑慮 恨鐵不成鋼那種感覺 所以今天在這邊有幾個實拍的景點 大家就來看看 這次的旗艦機表現得怎麼樣嗎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手機的外觀 它的材質很特別 它很感動 它後面的材質啊 我覺得對於像我這種有手汗的人 手汗狂摸 沒錯 完全不沾指紋 因為它是有顆粒感的 然後是磨砂材質 加上它的邊框是有直條紋的刻痕 所以其實在握持感上面就是很防晃 很有安全感的那種感覺 整體外觀也保留了很棒的傳統 3.5mm的耳機孔 然後SIM卡槽也還在 索粉喜歡的都還在 Sony精神保留在這台最新的一代 它這次的螢幕呢 從21.9變成19.5.9 稍微胖了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這點很貼心 就是因為有去考慮到現在使用者的操作需求 近年來端影比較多 所以就改成這樣不會去影響到觀看的質感 我覺得是與時俱進啦 去配合到現在使用者更多的使用習慣 那這點好像有回歸到 回歸市場需求 市場需求 這一點給過 那這次呢 Sony Xperia 1 Mark 6 它配置了三顆鏡頭 一顆是16mm 第二個主鏡頭是24mm 然後可以光學的兩倍變焦到48mm 然後第三顆鏡頭就是這次最特別的 85-170 7.1倍光學變焦 對 7.1倍光學變焦 它不是透過碎方 它是光學變焦 所以就可以得到很不錯的畫質 那待會呢 我們在室內就測試看看 這幾個人像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那我們要拍攝的位置呢 就在後面這個窗框旁邊 窗外有比較強的光線透進來 所以這樣也可以看看 相機它在光線的調整上表現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亮部暗部的處理是如何 然後我自己覺得 欸這次說你的攝影介面很特別 你如果點按螢幕上你想要拍攝的焦點之後 它左邊會出現一個 可以直接調整色溫的拉條 右邊就是會有調亮度的拉條 其實我覺得這樣蠻直覺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我覺得我拍攝會變厲害了 真的嗎 對 這是7.1倍的 為什麼有點日系FU 窗戶進來的光線 讓它的皮膚很柔和 對 非常柔和 就不會很銳利 這一次呢 它的相機介面也做了很大的升級 之前它的專業模式 Pro模式是另外獨立出來的一個APP 但它現在直接整合在同一個相機套件裡面 所以其實這樣操作起來就更方便 在最下面的欄位 就可以直接去切換你想要拍攝的模式 拉到最左邊就可以看到 是專業模式 方便超級多的 這個也是同戰如流的一個做法 那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呢 就是這一次主打的長焦超微距攝影 喔 長焦 為什麼超微距呢 因為它說最近對焦距離可以到4公分 在哪裡可以找到它 就在下面功能列滑到更多 這裡就可以看到有長焦超近拍攝 但是它滿特別的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它是點按螢幕可以對焦 可是它其實是手動拉這個滑桿去對焦 然後你如果有對焦 它就有出現那個輔助的峰值對焦 很有專業攝影的view 沒錯 那我們現在後面呢 有一群食物 我們就來實際看一下它微距拍攝 呈現出來的表現怎麼樣 想要先拍這個巧克力餅乾 看它的那個食物紋理 我現在這樣距離大概幾公分啊 30公分左右 我先來看一下 有耶 看起來油亮油亮的 那剛剛有提到4公分 我現在要來超近距離拍什麼呢 拍仙人掌的毛 這樣有4公分嗎 這樣再近一點 再近一點 我快被很怕刺到 真的超近了 快貼到它了 然後我調這個對焦 哇賽 真的超清楚的耶 我來拍一張給大家看 哇哦 很厲害 通常拍微距不是會覺得畫面很銳嗎 但其實它很細緻 那接下來我們拍六成 我來看一下 上面有一張耶 下一張沒有一張耶 昌霓 昌霓在吃柳橙 他在吃柳橙 他在喝果汁 我看到他吸管在柳橙裡面這樣 NO 你看 你有看到他吸管插進去嗎 好噁喔 其實我覺得拍食物 通常我們會距離遠一點 然後拍長焦 就可以有那種壓縮感 其實看起來就會比較好吃一點 就是可以善用這個 例如說我現在拍這盤肉 叉叉 哇哦 真的很不錯耶 好那這隻相機裡面呢也提供不同的創意外觀 那剛好我們現在後面的藍天 非常漂亮 我們就來試一下 呈現出來的樣子長什麼樣 然後現在是我先拍一張圓圖 咔嚓 然後第二張是自然 欸 它就比較飽和度偏低一點 第三張是生動 應該蠻適合拍食物 它就整個明亮度都提高 再來是電影模式 哦 電影很漂亮耶 它藍色刷淡了一點 再來是懷舊 懷舊整體的飽和度偏低 然後有點偏黃 最後是明亮 明亮很適合拍日系耶 就是有一種那個 星海城的感覺 對我覺得明亮蠻漂亮的 所以這幾個創意外觀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因為其實松尼它很厲害 就是AI的追焦 然後這次有一個 AI的人像姿勢預測 然後現在人在室內 這邊呢有前景就是窗框 待會藍莫會從外面走過去 我們就來看看 它能不能偵測到人物 然後進行對焦 GO 欸 看來它被視為飛人類 再一次哦 再一次哦 GO 哦哦 有有有有 好 再回來一點點 停停停 哎呀再回來 好好好 在那裡不要動 哦哦 有有有 抓到人了 有耶 所以其實 就算前面擋了窗框 跟那個吊飾 它還是可以從肢體去辨識出 懶摸的臉再拿 然後就把它鎖住 好我們現在來到衛陽的區域 這邊現在大家都非常興奮 那如果你想要用手機捕捉 這麼可愛的畫面呢 其實大家知道 Sony的追焦非常厲害 相機裡面呢 追焦不用特別開啟 你只要點按你想要拍攝的動物 或是人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試試看 耶 我要去餵羊 現在超多隻羊妹妹在這 然後你看 它自己去追羊妹妹的頭 哇 它追到眼睛了 欸 它連屁屁都追得到耶 它在追它的屁屁 這是卡比巴拉 是水盾 卡比巴拉 巴拉 巴拉 欸 好可愛 我跟大家說 這麼可愛的水盾圈 我們就來用圍 就來看它的毛流長怎樣 好可愛的耶 我發現它的眼睫毛啊 跟駱駝一樣長 很可愛耶 你看 連它的下睫毛都拍得到 你看它的毛流 超級清楚的 而且它的耳朵好像小熊喔 好可愛 哇好可愛喔 小心地板 地上超到小鳥了 我們現在來到鳥園 剛看了烏龜狐蒙還有水豚 我們來看看它的動態追蹤 能不能拍到小鳥 要小心耶 在地上有可能會踩到 好可愛喔 它追貨 哇嗦 嗨 哇 它追貨 哇嗦 嗨 我對不到教 哇哇哇哇哇 這隻為什麼有假毛啊 好可愛喔 天真的嗎 你好可愛喔 這是川普 這是川普 OK 我們今天的一一來一日遊 你覺得有推翻你對Sony手機的印象嗎 它很多面向還是有Sony自家的味道 所以原本就喜歡Sony的人 我覺得這一代不用擔心 但是呢用起來更親民 首先呢握感還是很舒服 而且它的背蓋材質啊 它的機身設計 拿起來對有手和能力 我覺得很友善 再來就是它的螢幕變寬 其實看起來很舒服 能夠顯示的內容 我覺得有點變多了 螢幕台用了他們家的Bravia的AI技術 比起上一代 整個螢幕亮度就提升了15% 今天它真的超大 可是我們在戶外拍攝 光看螢幕啊去調整一些功能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障礙 而且它因為AI的演算 它未給它的大概十億筆的資料 例如說它今天播放不同的影音 它會去呈現出它最適合的 動態調節 動態調節 好那像我們今天這樣一整天出去玩呢 電力表現也是大家很在意的地方 那像我們早上大概指點 然後手機的時候是96% 然後真的超級大量使用 因為這樣今天天氣超級熱 它今天有一點熱當但情有可原 因為我們一邊用 然後一邊就是大太陽下 螢幕亮度最亮 然後螢幕錄影 我們還一邊再用網路再傳檔案 到我們的雲端相簿裡面 還可以留50幾% 不錯不錯 因為官方是說 如果一般使用待機續航的話可以兩天 兩天耶 我覺得是有機會辦得到的 因為畢竟今天我們真是 用力的超大這樣子 覺得拍照如何 其實我今天在切換這些功能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跟我自己平常 手機用起來的感受是差不多的 直接明瞭 不會說長得太深找不到在哪 體驗起來還不錯 至於說照片拍起來怎麼樣 其實呈現出來的照片質感 不會有人工演算過度的那種 尤其是在微距的時候 微距的時候超厲害的耶 雖然它沒有辦法透過螢幕去觸控對焦 我自己是比較不喜歡這一點 喔 因為通常微距攝影啊 常常都還是靠手機對焦 東西太小 你很難確定說 你還要對它的屁股 還對它的頭這樣 所以這部分其實也是Sony 職人的表現 對 它就是借鑑那個專業的場景去應用過來 因為其實Sony強調 還是在它AI的對焦方面 那我覺得今天不管在動態 我拍一些小動物啊 它是真的可以辨別出整個驅蓋它的頭 然後再到它眼睛 這個真的是受惠於他們相機部門 跟手機部門整合起來 這一點我是蠻喜歡 然後另外一點是它的創意外觀 我很喜歡最後 我說很像星海城的那個部分 因為如果像今天這種很好的天氣 然後去拍這些可愛的小動物 或是漂亮女生 有種夢幻的感覺 它的濾鏡我覺得就是人工位蠻低的 就是給你一個比較淡雅的色彩 我覺得Sony HDR其實還是稍微 比起其他廠家來說來的溫和一點 不會就是把高光全部收起來 它還是多少能夠保留原本畫面有的層次感 不會為了說我怕過曝 把它全部都壓成平的 我覺得這個還是Sony保留它 手機拍起來比較像相機味道的一個小秘密 可是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調那個曝光數據色溫的時候 其實它在收放的速度有一點緩慢 它不會很迅速的到達你調的那個點 所以你會以為說還沒有還不夠 結果相機就太黑了 我自己拉的時候是覺得它一邊拉 可是它好像就一邊在考慮說 我要不要HDR一下 我覺得有點拖慢它的速度 所以其實可圈可點 那還是有一些可以更好的地方 那今天這樣子實際體驗下來 不知道大家如果出遊的話 會不會考慮這部手機呢 那如果對Sony的Xperia 1 Mark 6 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做互動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一定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